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吃到一个香蕉皮 这波护盾守住 放出电磁地雷 又是吃到一个护盾啊 那么现在陈老师处于领跑的位置 继续守住 继续放电磁雷 好吃到一个水炸弹 没关系 手中还有个护盾依旧是拿到领跑的位置 但这一波我估计要被打下来了 吃到个超级水蚊子啊 好 果然啊 这果然是这个桃 前面这个桃子超过 但是没关系 给他一个飞碟 这一波又是一个水蚊子啊 扔掉这个水炸弹 然后再放掉这个飞碟 暂时是第四名 看一下前面这个道具去抢一下 吃到个蚊子 好 前面这个道具的话都被吃光了 个人道具在这个吃道具太激烈了 看一下这里没有吃到道具 踩了个加速云 又是没吃到道具 吃到个水蚊子啊 但是还可以 目前是第四名 处于中流的位置 看一下前面道具 陈老师能吃到一个磁铁不错 这个磁铁的话 我只想吸稍微前面一点的名字 这边躲一下这个电磁雷 吃到个护盾 然后这个磁铁直接吸一下 好 往前冲冲冲冲冲冲 又是吃到个护盾 那么手里有两个护盾啊 这一波陈老师呢 我就这个先留着啊 前面就算有道具的话 我也就是护盾先不用了 因为我感觉第一名呢 会被打下来 对吧 我只要手里留着这两个护盾就可以了 好 果然的话第一名被打下来 那么陈老师我暂时第一 这一波先用护盾 手术这个蚊子 好 看一下前面这个道具能吃到什么 哎呀 以香蕉皮给我护盾呀 对吧 这一波先用这个护盾 手术放出电磁雷 好 又是再次用吃到的护盾 手术再次放出电磁雷就差一点点了 但是这个蚊子啊 又是蚊子 又是导弹 太恶心了 本来我觉得我第一稳了的 就差这么一点点啊 可以非常的可惜啊 哎 要是刚才比如说有人吸我给我一个保护盾 对吧 那这一波就稳了 但是这个还是个人道具赛运气是有很大的成分的 啊 全场第三啊 但是的话是全场的MVP啊 还不错 这一场啊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